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烧茄子的做法 制作方法非常简单,你一看就能学会 做出来鲜香软嫩,非常的好下饭 下面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准备两根紫皮茄子 加点食用小苏打,将它清洗一下 用苏打水清洗瓜果蔬菜 能更快的去除表面的污垢 还能有效的去除药物的残留 这样吃起来就更卫生,更放心 清洗一遍后,再用清水再次冲洗一遍 这样就非常干净了 洗干净之后,将它放到案板上 将茄子的地去掉 再用刀将它切成拱刀块 切的时候尽量掌握一下 将大小切得均匀一点 切成像视频这样 全部切好以后,装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让每块茄子都能装上食盐 抓匀之后,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几磅大蒜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将它拍碎 拍碎的大蒜能更快地蒜发出蒜香味 然后,给它切成蒜末 蒜末可以稍微地切得碎一点 切好之后,将它装入碗中 再准备几根洗净的小香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将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一起 葱叶也将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另外放入碗中 再准备几个小美辣 斜刀将它切成马耳片 如果不太爱吃辣 可以用红线椒或者大红椒来替代 切好之后,和蒜末葱花放一起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少许的食用盐 一大勺生抽 一小勺的蚝油 再加半碗的纯净水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把调料搅匀搅化 这样调好了 炒制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 这个时候,茄子已经腌制好了 你看,刷出了好多水分 再用双手挤干茄子里面的水分 尽量的挤干 挤得越干,茄子就越入味 想要茄子好吃入味 你可以使出吃奶的力气来挤 挤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挤干之后,再将它放入碗中 接着,往茄子里面加入两小勺的玉米淀粉 再次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使每一块茄子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抓匀之后,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菜籽油 用菜籽油炒出来,味道更香 油热之后,将茄子倒进来 开小火,不停地翻炒 将茄子炒软炒至变色 亲爱的朋友,我每天分享加汤菜给您 就请您给个关注,点个赞呗 下次想吃的时候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将茄子炒软炒至变色 像视频这个样子 接着,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这个时候,开大火 将汤汁烧开 用茄子继续翻炒 将茄子炒至入味 将汤汁烧至浓稠,就差不多了 将它藏起来,装入碗中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这道非常好吃又下放的加汤红烧茄子 就做好了 把它装入碗中,最后撒上葱花 颜色是不是非常的诱人 看着就有食欲 如果你喜欢,就先收藏起来 以后想吃的时候 给家人做一道尝尝 想要了解更多的美食 可以关注我 我每天把家常菜分享给你 都是家里的味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谷月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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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